上一次两个人安静吃饭的日子 还是数千年前 我竟有些舍不得上岸 我是疯了吗 无道 有个坏消息 昨晚皇城娱乐的人 把雪鸟总布砸了 他们把江总堵在了办公室 江总他 若雪怎么了 江总 这点钱就上门讨战 是想试我的威风 别 别过来 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别 别跳啊 江总为了保清白 从三楼跳了下去 摔死了腿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是冲我来的 他们知道我在京城吃饼 就敢挑衅我了 我不该带走三河大神 要是有苗姬在他身边的话 绝对不会出事的 要不要先去医院 不用 先去皇城娱乐 你要不先回家休息一下 不用了 教你实战 就从这次开始吧 现在不营业 请回吧 现在可以营业了 有人砸场子 快把兄弟们都喊出来 彭扫千军要打出龙魂 才算真正激发出了九龙真气的力量 立皮化身 要有皮的气势 控制角度 将真气打出去 别杀我 我只是个服务神 主标呢 他从后门跑了 想走 没门 就你叫主标啊 不不 我不是 是标哥让我换了他的衣服 糟了 中计了 老子随便一个金蝉脱胶 就甩开他了 无道 你猜的没错 主标没有跑路 他往城南去了 主标进了这里 魏公公 魏公公在江城的辈分 比我外公还高 没想到 景爷想与我应家作对 无道 你先等等 有件事 有事就说 别吞吞吐吐的 那边 这 这车牌是云野的 难道他在里面 这件事 会不会他也参与了 如果白家插手的话 是不是该从长计议 不必 我相信他 你这好色的性子 就算是转百事千事 也改不掉 无道 无道 见过魏公公 原来是殷家的小少爷 真是稀客呀 主标 你是自己了断 还是让我动手 无道 魏公请我过来做和事了 主标愿已出十个亿 在加德门培里 来了去此事 停 芸汐 如果受伤的不是弱血 而是你 你希望我会怎么做 亦或者 你觉得我会怎么做 呵呵呵 听你的意思 是不愿意给我这个面子 我叫你一声卫公是看在你的辈分 敢动我英无道的人 你是老兽星上吊 或腻歪了吧 为我灭了这个小畜生 好身法 双剑合璧 很高明的合七级 那是黑白双杀 若义父手中的王牌 蠢货得以什么 让你办点小事都办不成 怪死 鬼神出鬼魔的 不用急 别忘了 你的身法也很鬼魅 用身法配合招式 啊 人呢 搁这儿呢 啊 發生了什么 轮到你们了 给我跪下你这个蠢货 是你篡夺我对付殷家 是你害死了我的王牌 现在 你必须自己解决麻烦 陪老子 闭嘴 啊 啊 英武道 放我离开 我就让他活 我是真被你的伪装骗到了 看来我的眼力还有待提高啊 我对你也刮目相看 没想到 连黑白双杀都不是你的对手 英武道 我警告你 不要说花样 那我僵子可不好看 好好 别着急 我也请你见个人 快点 齐太太 阿彪求求我 我不想死啊 齐太太 我 看来我的情报没错 啊 英武道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有本事跟我真刀真枪地敢 用女人要心算什么英雄好汉 那你又在干什么 言于绿人宽宜代己吗 不吃那一套 我数十个数 你要是还不放了白芸汐 我就让她一尸两命 不要 一 二 九 等等 不是高鼠王二吗 三呢